行政長官曾蔭權第三日訪尾 去到首都華盛頓 他出席一個午餐會致辭的時候 雖然早前提到本港經濟增長可能會出現衰退 明年增長可能放慢至百分之二 但他對本港未來的發展仍然充滿信心 他說本港作為領導性的國際金融中心 也是中國最自由開放的城市 香港將會繼續進行改革開放 目求更加充分地和世界接軌 曾蔭權又說 香港未來會在中國加強發展本土經濟 和擴大內需 並透過創新科技加強和提升本港工業的現代化 又會推廣清潔能源 以幫助本港企業開拓國際性業務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黃婷婷報導 還未來提升 可是我們會進行改革開放電視 都要控制了